高雄市的范围面积这么大 有丰富的物产 农特产品是高雄市一向重要的产业发展之一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讨论的就是 农业要朝哪个方向来发展呢 有机非常的重要 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愉快来宾 首先来欢迎的是我们高雄市农业局副局长 柯上瑜科副局长欢迎你 主持人好 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介绍完了今天公部门的代表之后呢 为大家继续介绍的是高雄市议员林芳如林一元欢迎你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林一元 继续帮大家来介绍的是 谈到这个有机农业在高雄微风市集不能不听过 欢迎我们微风市集的理事长苏冠宇 苏理事长欢迎你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微风市职业协会理事长 我叫苏冠宇 也是创制季有机农场的负责人 是当然在有机农业这一块有多么辛苦 待会来听他说自己的这个心酸血泪食 继续帮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高雄市议员 吴亦正吴亦员欢迎你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吴亦正 好我们介绍完今天的愚婚来宾 之后呢 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 先带你来看这一则VCR 古巴因为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广有机农业 不仅解决古巴所面临的人员危机 还让古巴的有机农夫成为高收入的行业之一 古巴的成功经验值得作为高雄的借进 我们高雄市政府提出的产业是低碳 干净能源 文创 观光 海洋 油气 就是没有农业 或许我们会将有机农业纳入所谓的低腾干净能源 但毕竟那不一样 所以我这里要鉴请我们的高雄市政府 如果有心的话 请将有机农业的发展当成我们主力的产业 高雄要迈向绿色城市 议员建议催生高雄市有机农业自治条例 推广有机村 以及推广城市菜园 三个面向来左手 农业局则表示 已经积极左手办理有机农业的推广作业 这个自治条例要把生产生活 那个生产生活 还有那个生态的部分都要考虑进去 所以说这个自治条例不是只有做生产面 可能包括刚刚讲的 包括你的生活环境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最近也有 局长都甚至带着同仁 到下乡去跟农村社区的 去跟他们谈 也就是有要想要朝那个有机村 这个方向去跟农民去沟通 高雄市是工业大臣 在县市合并之后 又多了农业大臣的称号 议员吴毅正把高雄资历减碳的焦点 转向有机农业的推广 并且要从学校的营养午餐 带头做起 只要隔壁的产品 都是指农的 或者米兜的 基米地区出来 只要这样的产品 就是没有很基本的 而且有机的面积 怎么样成为高 台湾载重面积是最高的 让 这是第一 更具体的 第二 就是营养午餐的部分 可以用器做 我现在有营养午餐有要求 我现在教育局长 我请到 我们现在有请他们 就买菜而已嘛 有没有特别要求 根据我们之前的调查 从1月到3月 我们有的学校 它使用那个有机蔬菜的这个比例 大概有68个学校有在使用 但是它的次是不一样 有的使用一次 有的是有用到10次以上 那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继续来推广 因为也要考量到所谓经 就是费用的有负担 市府不断针对企业管制碳排放量 议员认为应该全面辅导有机农业 管制农业的使用 更具有减碳成效 我说反复的东西 如果没有定一个很标准 实现 不会啦 速度很慢 所以我等一下 我还是希望 有机农业能够明年开始 1月1号开始 提出我们高农期 整个有机 整个政策 每一年提高的政策 政府去做 拜托市長 你一定要去 把这个 就是说政府来出这个案例 100公斤安心去做看看 说怎么样子把高雄市 若干公有土地 包括以奇美地区作为优先 鼓励我们很多农民 来种植有机的农业 这个方向我基本上是支持 安全无毒的蔬果农产品是基本诉求 议员认为不能光靠奖励 具体做法应该由政府来主导全面推广 政府提供土地或资源 才能降低农民投入有机耕种过程中的损失 以及负担 让有机农业的推广可以彻底落实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就是从这个 不管是吃的健康也好 或者是为了环保 可以达到减碳的目的也好 为什么在高雄需要来推广有机农业 那它的重要性对高雄又代表是什么呢 如果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你有任何意见 我们也会用你下定位 你来参考做会来讨论 你说第一个人 讲国语当然更是没有问题了 我想从这个有机农业的发展 出国来进行考察的经验 一直到现在在高雄市 实际推广的经验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我们要丢给副局长 谢谢主持人 在今年2月份 由市政府刘副市长 还有在场的吴议员 等8位的议员 最主要我们还有 屏东科技大学的吴院长 还有我们真正在实际上 在我们高雄市经营农业的 尤其是有机农业的产销班班长 还有我们的农业青年 曾经获得全国10大毫米的农业青年 还有一些比如说今天在场的 有真正经营农副市集的这些有机农民们 跟着我们的局长一起到古巴去 古巴当然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有机相当有名的 全国95%以上都是有机的经营 然后尤其是在它的首都 250万的人口里面 最主要它的 其实它的蔬果的生产地 就在他们的都市里面 将近有超过1000个 所谓的城市的一个田园 是供应给这些250万的都市 的人民所需要的蔬果 这些全部都是有机 当然在他们采访过程里面 也有一些 就是我们的 就跟我们的理念相当吻合的 就是我们的农夫市集 由农夫生产的 由农夫他亲自带到市场来 跟消费者去做沟通去做介绍 所以这个理念都其实变成 我们台湾其实尤其我们高雄 已经跟古巴这样子一个有机的 一个文明世界有名的一个都市 一个国家 其实我们的理念都是相当的吻合 是 就是在理念相同的这个前提之下 我想也要请副局长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讲到有机两个字 现在非常非常的流行 但你真的知道它的意义吗 包括你农业你要达到有机的标准 它可能就先要经过哪一些的门槛 对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 怎么鼓励他们 是 有机的部分 其实如果说我们一般来讲 它就是不使用化学肥料 是 化学的农药 完全是采用自然的一个 耕作的一个自然的耕种方法 当然我们的国家 其实已经有所谓的有机的一些规范 包括一些的立法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说我们台湾是一个可以符合国际 一个有机验证的一个国家 当然如果说今天你在市面上看到这个标榜有机 因为这个都是国家验证通过的 如果说今天没有经过验证使用这个有机的时候 就会受到我们的一个处分 包括这个罚则都相当有可能要罚个几万块钱 所以这个部分在市面上除了生产者他要遵守以外 其实在我们政府也是把关的相当的严格 是 副市长 接下来要请教一下我们的林芳如议员 尤其是我们林议员的服务区域当中 最近就是因为农特产品非常的热闹 有机农业这件事情 甚至是包括我们扶植农业这件事情 以你来看对高雄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是觉得以有机来说 有机的内容很多 可是在比较简单的来说有机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吃的食物的健康 比如说我们养了一个小孩 那那个小孩要成长 那那个小孩成长的话 他需要吃哪一类的食物 会对他会比较好 所以就是很多的 我看了很多的报道 很多的妈妈都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她开始尝试有机的食物 就为了孩子 那为了孩子他会花一些比较多的费用 来买购买给小孩子 那当然有机的推广 他是有时间性的 因为他必须要三年的认证 等于说他三年里面他的肥料化学 然后把我们的土地的诊治 然后包括那个三年内 测出来说是没有毒性的 他称为无毒以外 慢慢的才又到有机 所以他是一条蛮长的路 那蛮长的路呢 因为他很长 所以很多的农民 他有时候以前的农民 他有一个惯性 就是说我在种植 我都是要以量 我种的量很大 我收成了很多 所以我就可以赚大钱 可是这两年不是了 这两年我们看到的是 两分地的农夫 他卖出去的 比十分地的农夫赚的还多 然后他轻松啊 有活见证就对了 有活见证 而且现在的你种的面积越来越大 你甚至你找不到工 你种好了以后 你要收成 爬上爬下 你那个工还找不到 所以现在就有开始有动头脑 想到说我们可能大专院校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有自工时数 可能可以来帮忙 都已经动到这个 或者说找那个假日工读生 都来可见的 我们那个面积种得越大 那个量大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那个工 所以你又要叫他们量 食甲的地 你又要叫他做那个 有机栽培全部 他当然是不肯 因为他想要突破的点 已经非常的多了 所以我觉得说是慢慢的 以我们现在推广就是说 你可能一小部分来试试看 看这一小部分 会不会比那么大一部分 来得你简单轻松多了 所以现在目前正朝向这个方向 是 刚听起来怎么觉得说 如果这个发展有机农业的过程 还可以创造一些有制造农业 这个产业发展一些工作机会 或许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也不一定 我想我们继续来请到下 我们吴亦正议员 就是你从这个发展有机农业 这件事情上 你是看到了什么样的趋势 跟什么样的优势 我觉得看到的是一个 其实我们在推动环保 它是从三个层面 一个是产业 一个是建筑 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耗能 第三个交通 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谈的有机 它是土地跟它也是产业那一部分 可是它横跨的比较多 因为我们现在WTO之后 我们的土地很多是被迫修根 因为自由贸易嘛 很多外国的农产品它比较便宜 那变成要怕农民受伤害 叫人不要种 你修根政府付你钱 那你土地你不种 本身你没有含水 那你也减少氯化 基本上对你附近的周遭的环境 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那所以说你怎么样看待有机 就是说第一个 你让农作有跟怎么去种植适当的 本来就很重要 那可是过去种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过去种是用很多 我们讲的就是化学肥料 然后化学肥料要产生的CO2要耗能 然后之后最主要你有两个 吃进去后 不然就吃到我们的嘴巴里 所以我们的寿命整个癌症很高 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原因 那第二个它会污染土地 土地污染之后水会流到我们的河流 那河流有很多又再次污染 那整个是双重伤害 所以说我们看待一个有机 它不只单单说我们能吃的健康 就是说回过头怎么让环境更好 那接着减少化学肥料 然后对整个土地的 又是再次去运用 再次去种植 对整个生态是一个平衡的 所以说从此很多人 土地 食物 中间之间的一个平衡 上帝本来就是给我们很多平衡的资源 可是我们自己去迫害 让它吃多一点 让它生得快一点 然后卖贵一点 卖远一点 然后其实我们付出的成本却更高 那所以说上古巴 以前我们知道古巴可能是 为什么寿命会比索德 然后什么条件都比美国差很多 就临近 可是平均寿命比它高 他们的为什么 就是说除了我想最主要是 还是来自于说 不是过去 不是以前日古以来都是这样 是他们推广有机 无论价义 苏联撤退之后 1991年 撤退之后慢慢把落实有机之后 这样算起的 不是说以前卯爵士岳 以前卯学家 他们身心乐观 可是他们寿命没有比较长 是因为推广有机 从这个变数 是推广有机这十年以后 平均寿命是比美国还要长的 所以说是有机整个对环境 对个体都是有帮忙的 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有机的 是 从古巴的这个经验来 听起来的话 我真的觉得说这个古巴的民众 或许就是推广有机农业 到底有什么好处 真的也是说活见证啦 那相对的对高雄的这个农业发展 到底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看法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 你下等会儿 你来参观做会来讨论 包括说 要如何才能来合作 我们的农民 这个农产品可以买到较好 我们也反映你来提供我们的意见 其实我们这个理事长 把他这个摆在 最后一位发表员的位置 当然是有他的原因 其实我们讲说推广这个有机 就包括我们刚刚林芳如议员 已经提到了 它并不是那么样的简单 其实从一开始 如果说我们要去尝试推广 那一定是万事起头难 所以对你们来讲 走了几年辛苦的路呢 因为从以前有机农业 在推广的时候 就是农民他不晓得怎么去耕种 他耕种技术不好 不好的话 就是说他种出来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做到销售 有机小农他刚开始的两个最大困难点就是生产跟销售 早期没有所谓的现在我们像我们微风一样的那个农民市集都没有 所以他生产出来的东西的话 其实卖相插到菜市场 传统市场去的话 其实是卖不出去的 而且那个卖相插到连去拍卖市场是人家都不要的 所以就等于他的这个可能他空有这个农作物的收成 可是他却没有办法为他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好处吗 是完全没有 只是都理念了 所以我们从以前到先到可能到两三年前 有农夫市集出来之前的话 大部分那个有机跟种者都是理念的 都是说为了自己的健康 为了自己的朋友 为了谁谁谁 不然的话他们其实都没有一个是为了真正为了生机的 是这样子 这几年因为我们像我们农业局 还是说我们那个有一些帮我们辅导一些 我们微风市集辅导很多的那个我们的市集 所以让我们农民朋友可以直接做销售 这个部分就帮有机小农帮的很大的一个忙 他生产的东西量少 量少种类很好吃 但是长相很差 都可以卖得出去 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帮忙 所以这个有机的这个市集 它可以带来一些所谓的消费族群 或者是培养大家的一些消费习惯 但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一开始 不知道怎么样去种植有机的这个农作物 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可能固定的这个销售管道 其实这条路走起来想必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最近有越来越多人投入的迹象吗 现在因为投入的朋友是以前是都是一些退休的朋友 理念的朋友 现在因为整个局势整个都起来了 不管是年轻一辈的 或是老一辈的 或者是对农业有兴趣没兴趣的 很多人都投入这一块 因为他觉得说有机农业不只是农业而已 他还是一个对爱地球 一个环保的一个产业 所以很多人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而且是为了要爱惜这个地球的资源 所以他投入了这个产业 他刚开始投入的时候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有市集 我们有农业单位的一些专业课程的教导 所以让我们的农民朋友 你只要愿意来从事的话 就有机会有人来帮你 有人来扶持你 这个是很好的 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所以就是现在如果投入这个有机产业的发展 相对的可以得到一些协助 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协助呢 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局长 就刚刚我们的理事长已经有跟大家先谈到 如果我们要投入有机农业的发展的话 你一开始一定会遇到几项的瓶颈 但是就我们的这个农业局 我们如果站在一个鼓励跟协助的角色 到底我们能帮忙的是什么东西 我想在台湾 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的气候是高温多时 高温而且湿气很重 所以说在整个有机在推广上 它有一个所谓的疾病上 一定要去面对的问题 就是他们会有异病的问题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困扰 再加上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小农经营 小农经营的每个人的面积都很小 再过来就是说 你的面积我今天要做有机 我的隔壁不一定要做有机 所以说变成你的界线不是很清楚的 会被影响 都会被影响 所以说造成这样子有一些困难点 变成说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些小农 在经营它的有机的时候 它有相当大的困难 所以不过面对这样子的挑战 其实政府也在帮忙 第一个就是说包括它所要一个生产的资材 其实在政府里面都有定一个补助的办法 因为比如说它要做网事 这样子的时候就减少的疫病 然后这些资材包括它要使用有机的肥料 然后这些相关的资材还有一个土壤的检验 土壤检验你是要费用 验证要费用 然后包括你的资材要费用 然后认证要费用 这些对其实这些小农来讲 它是负担相当重的 可是政府在推有机的状况之下 在对生产者的补助 我们都是才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在它经营的过程里面 然后需要帮忙的我们就帮忙 然后甚至在你如果说要扩大经营 以高雄市政府 我们都特别跟台糖去租大块的地 让它去做经营 然后而且是前面几年都有一个 租金的一个补贴 这个就是实际上对我们要培植这些 真的是对我们大地 对我们土地友善的这些的农民 我们政府是需要帮忙他们的 是像农业局这个市出了非常多的利多政策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请教一下 我们吴亦正议员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以古巴的环境 跟高雄现有的环境 我们不要讲到全台湾啦 讲到这个高雄的现有环境 如果我们稍微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毕竟这个别的国家 还有这个推广的成功经验 但是如果说两厢比较 到底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或者是说有哪些经验 的确现在高雄都可以参考的 我觉得确实的是说 古巴以前推论是因为没人家 对 所以大家都没人家 你也没有生产工具 也没有化学肥料 也没有各种 就在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下 什么都没有之后 他是不得不 当然他本来要推广也是推不出去 只是后来不得不的时候 就去面对更自然 那相对我们来讲 第一个我们现在农业本来收入 本来相对就偏低 很多空的修根的土地 也有很多失业的 那很多现在坦白说的 退休的人都退宅了 退宅了会有知识的 都有地识的有理念的 他们愿意去投入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是有他的 是不同施工被不是被被被拼 但是那个条件成就很强的 不过以前农夫最怕什么 地猪贵 现在地猪根本便宜的不像话 一公顷 差不多一年三万到五万 如果说容易只得补助一半 大败就是 那往事 当然现在可能是往事 可能会比较贵 这就是办法产销 那我们就说 这些条件我觉得好像跟古发 那时候面对有点雷同 就是你的投入成本相对比较低 而且政府愿意做资本投资 土地租金 往事包括协助产销 现在缺的是可能是契作 我觉得第一个是契作 第二个就是说还要再推广 我常常你们看他们有不断的上课 我觉得这个班不是要 要 要说了 我们在革命的 世界都要说有 你的班 什么班 什么社区大学 或者是什么农会的 或每个学校的 要全面的在城市 不只是在非城市的一个区 整个全面去推广 那我就觉得 这个是市场 我想怎么让这个市价 他们都要带来蒙 那个老闆 如何提升 从65块 从100 当然那边卖比较便宜 在百货公司 一公斤都一百三十块 那一般菜才二十几块 那你一般人怎么吃得起 现在怎么吃得起 就感情了 要吃 有钱人他吃得起 不然有理念自己种的 吃素食的 一般人吃不起 吃不起 不是每餐 你说我们来鼓励 一个礼拜 一餐给儿童营样午餐 又在做样子了 好像说别人有没有 我是觉得 其实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 你就要全力去投入 让每一个人都吃得到 为结果 你反推 到底要怎么做 土地怎么降 往事 我现在往事是比较贵 往事怎么去降 不只是二分之一 可能中央还有补助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资源 这个等于说 人的只要你要做 应该要做到说只要你要做 就有土地 就有那些东西 就有know how 就有人给你资源 backup 这样我觉得高雄要让 学这个东西 古巴不是只有我们去学的 是伦敦去学的 东京去学的 新加坡去学的 每个城市密度很高的 大家都往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高雄 本来就是刚好有这样的资源 最好 如果能够成为一个 另外一种形态的有机农业的一个 高雄 变成高雄就像古巴 就是有机 我是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 最好是希望说高雄能够做到 世界各国来取经 好 以那个为远大的目标跟梦想 刚刚讲到 其实这个农民朋友本身 他可能在如何选择 他栽种的方式会有彼此影响 这边请教一下我们林议员 就你所观察到的 就是说有机农业的这个推广 农业局现在大力协助之后 那以你来观察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趋势 有不断感染发烧的现象吗 是有的 因为农业局 他们在每一个班 因为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凤梨 就有凤梨几十班了 然后荔枝也荔枝几十班 都有在做各个班的辅导 然后也有跟他们说 我们要认证有机 怎么样的情形 然后我想现在为了大部分 大家还是只有看到钱 钱 最近好像感觉 怎么有机卖得出去了 原来是我们理事长他们大力帮 有机原来是卖得出去的 好 那就有一些这个观念 就我要让我的孙子吃得更好 吃得更健康 以前是偷藏起来自己吃 现在就原来这样也可以赚钱 然后越来越 在做面积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有这种在发酵中 是 所以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有机农业发展的好处 也不是说你在种的时候自己吃感受到好处之后 在这个经济上也慢慢的感觉到说 像以前传统的 没什么样的 但是就是说 靠我们的这个有机扫农 毕竟现在在台湾 刚刚回归到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得起 或许是不是因为它还有更多发展的空间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高通现场 继续和你来关心